我有一个感觉啊 上海队的跑动 后过二十分钟我们好过他 前二十分钟 上海队的跑动好过我们 所以给我们执照了几次显示 下半场大家啊 上海队体力不是万能的 不也就是跑在那儿输了吗 我们东北人就得加县跟钱 加上这个精神作用 体能肯定超过他 下半场啊 全力跑动 跑动出战术 出成果 大家分析分析 胜利的原因就是逼迫是打法 就是迟老在早上准备会讲的 逼迫是打法 压出去打 说千万不要以为有两个球领先 下半场放松状态啊 假一联赛 根本没有什么礼尚往来 没有什么温暖攻击让 能多打几个就打几个 下半场啊 继续保持这个压迫式打法 今天千锋啊 尤其值得称赞的是两千锋 既能进攻 丢了球马上回来阻挡 而且两千锋今天都有进球 体现了千锋的价值 再加一个图前前位 你看这三个人 三个人 三个人都得了分 重分属于我们上午的战术 是正确的啊 我希望大家下半场 一定还要逼着他打 顶着他打 千万不能打防守 自上温赛季第十一轮以后 一直保持不败的大连万达队 本年是做客 绿色山下 与广州太阳神队交锋 在这场比赛之前 很多人都认为 广州太阳神队 具有实力 成为大连万达队 也许不败记录的终结者 万达队的后防键 是充满了信心 但通过这场比赛 谁看出来 大连万达队的后防键 并不是那么让人放心 18号塔安德 很巧妙地把球转移到了右路 彭美国轻松地把球送进了房地 现在广州太阳神队 已经以2比0运签了 上半场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咬牙 咱们九四年在这儿 不就是上半场2比0吗 上半场不打回来吗 对不对 这个现在队 能不能在北京打 上半场落后两队 会打回来了吗 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下场 四场还不如松懈 必须再打 必须再打 这种机会下来 将15号一黑换上了场 这就是一黑 一黑想右往了一下 突然把球直传 交给了个一民 那一民轻松地把球攻进了 一黑 利用广州台湾队后卫的失误 将比根扳平了 全场比赛结束 双方战成2比2平 反正倒数第一了 还能往哪儿去呢 还能往哪儿调呢 顶大廷了不起 今天你们再不卖力气 顶大廷了不起 把假逼去打去吧 把假逼去打 你们谁也别想转费 你别不给面子 你不给我面子 我们就不会给你面子 尤其是对老队员 我强烈一下 希望约束自己 遵守 足球搞五年职业联赛 虽然水军有进攻 但是足球长话 黑暗的攻击很多 今天这场比赛 第一 我们俱乐部 会向中国足球全力赏赛 第二 建议中国足球团 目前这种现状 搞足球 怎么搞 我看中国足球也不配合 也从不足球 因此万达集团 今天正式宣布 今年职业联赛结束以后 我们永远就会重担 以示对中国足球 黑暗的攻击的抗议